长年期第20周星期三 一个德纳的比喻 攻读圣马窦福音第20章1到16节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讲了这个比喻说 天国好像一个家主 清晨出去为自己的葡萄园雇工人 他与工人议定一天一个德纳 就派他们到葡萄园里去了 约在第三时辰又出去 看见另有些人在街上闲站着 就对他们说 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 犯案公义该给的我必给你们 他们就去了 约在第六和第九时辰 他又出去 也照样做了 约在第十一时辰 他又出去 看见还有些人站在那里 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你们站在这里 闲整天闲着呢 他们对他说 因为没有人顾我们 他给他们说 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 到了晚上 葡萄园的主人对他的管事的说 你叫他们来分给他们工资 由最后的开始知道最先的 那些约在比十一时辰来的人 每人领了一个德纳 那些最先雇来的前来 心想自己必会多领 但他们也只领了一个德纳 他们一领了就抱怨家主说 这些最后雇来的人 不过工作了一个时辰 而你竟把他们 与我们这些整天 受苦受热的同等看待 他答复其中一个说 朋友 我并没有归附你 你不是和我议定了一个德纳吗 拿你的走吧 我愿意给这最后来的 和给你的一样 难道不许我 拿我所有的财物 心我所愿意的吗 或是因为我好 你就眼红呢 这样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 最先的也将成为最后的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 大家好 主耶稣今天用这个德纳的比喻 真是一个德纳点破了很多事 揭露了很多人 也道出了天上人间 咱们就一点一点的看 首先第一 点破了哪些事呢 首先是得救的事 什么是得救 什么是救恩 什么是天堂 一个德纳就代表 救恩只有一个 天堂也只有一个 因为天主只有一个 救恩天堂天主是不可分的 无论是大圣人还是小圣人 都获得一个同一的天堂 同一个救恩和同一个不可分的天堂 天主 每个人在天堂上其实都是圆满的 每个人都是获得一个圆满完整的天主 救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永生 那区别是每个人由于功绩的不同 圣德的不同 所分享 所感受和所认识的真福有所不同 不过 虽然不同 每个人所获得的救恩生命都是圆满的 福乐也是圆满的 就好像有两个杯子 大杯子小杯子 在天堂上都是满的 其次是功劳的事 天主是公义的论功行赏 但是天主的公义呢 是圆满的公义 是爱德奥基中的公义 意思是说呀 我们有限的理性 无法完全理解天主的公义 那就好像智商低的人 无论怎样都不能理解高深的数学和哲学一样 因此 评论你一个人的功劳 需要观看很多因素 很多人心无法达到的因素 有外在的内在的 也有天主的恩宠大小了 人的努力大小了 那这些因素几乎都超越我们的判断和理解 所以同样的 你看到这个人立功劳 那个人立了功劳 不一样 所以呀 一个德纳就好像是天主的审判奥基 我们要怀着顺服和信赖 将审判的权力交在天主手中 就好像圣雅各伯总统所说的 弟兄们 你们哪不要彼此诋毁 诋毁弟兄的或评断弟兄的 就是诋毁法律或评断法律 若是你评断法律 也不是守法的人 而是审判者 只有一位立法者和审判者 就是哪能救人 也能毁灭人的天主 然而你是谁 竟敢判断别人 雅各伯书的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 其三呢 是恩宠的事 恩宠的道理可能是最难讲的 因为恩宠来自信仰 相信恩宠的先决条件 必须相信有一个朝自然的位格的神 人的一举一动 都必须有他私下的恩赐和力量 离开了天主私下的力量 人什么都不能做 连说一声耶稣是主都不能 那么我们对这些恩力量 称为恩宠 那么恩宠的道理啊 对那些无信仰者来说 不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事 事实上 对有信仰的人来说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更何况对无信仰者 那无信仰者相信的是 事实上无难事 只怕有信任 只要功夫身铁处摸成针 那这些被视为治理的明言道理 与信的道理的确不太容易隔隔相路 因为好像人的努力 什么都能成的 那恩宠呢 而信的道理是什么 主啊 我是一个虚物 没有你 我什么都不是 更别说 我还能做什么了 在圣经的启示之下 天主永远是第一 人的努力算是第二吧 并且连人的我们每一滴努力 甚至每一个呼吸 还有必须时刻有天主帮助 离开我 你们什么都不能做 主耶稣的这句话 是多么强悍有力的 对人性的一种震撼之言 也只有谦卑的心 才能接受这样的话 什么叫离开天主 什么都不能做呢 咱们看第二 揭露了哪些人 好人坏人 不好不坏的人 但是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不容易定断 况且不论人的一生变化无常 有的人先好后坏 有的人先坏后好 有的人先好后坏 再后又好 有的人两头坏中间好 就是目前站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人 是好是坏 也不容易判断 因为人的好坏 主要是看人心 可是人心难测 游路深渊 就像咱们俗语所说的 人心隔肚皮 要判断一个人 那贪何容易 能够全面彻底的认识人 只有天主 这样呢 在一个德纳面前 人心的东西就被揭露出来了 天主呢 借着一个德纳告诉我们 天主按照自己的方式和尺度衡量人 人在天主面前的功劳大小 不是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 工作量的大小来定 时间长的未比功劳大 时间长未比德性高 时间久也未比人更加成熟 时间只能说活的时间长了 吃的饭多了 从天主那里领受的恩宠多了 结果呢 不一定 同样的工作量的大小 也不能完全说明功劳的结果 那一个人 天主给的恩宠多少不一样 另一个人 另一方面的人的努力也不同 所以工作量大小 也不能作为功劳大小的标准 我们常言到 能者多劳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另外 天主衡量功劳的大小 还要看人怀着什么心态去做的 如果心态不止决定功劳的大小 有时不好的心态 还会令工作变成罪恶的 那这种不良的心态就是 以自以为是骄傲自大 不止天高地厚 有一点功劳就开始功高在主 那法利塞人的高傲心态 他们的心态也摧毁了他们工作的成果 我们可以想象 人所谓的功劳努力事业 在天主面前你说算什么 即使咱们能将整个人类拯救 能造千万个世界 对于天主来说又算了什么 可是我们的毛病是什么 有一点点功劳就开始 不知道自己吃了几碗干饭 所以啊 人最大的罪恶就是骄傲 最大的问题就是 不知道自己是谁 无论一个人有多么伟大 多么聪明 多么贡献 只要骄傲就一文不值 福音中那个眼红的仆人 多少有点像似这种人 至少占掉边 咱们看第三 这个德纳的比喻 倒出了天上人间 什么叫天上人间呢 眼红的仆人代表人间 主人代表天上 天上人间对事物的看法 是不一样的 这仆人的看法 是世界的公义制度 讲法制度 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 不劳不得 这种制度并非不好 只是不够圆满 因为啊 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分配 能够做到差不多就已经好了 还有一点 不是这个公义不好 而是如果这世界 什么都讲就公义公平 世界会变成一个冷酷的 所以天国首先 基本上是以公义为起点 如果连教会都不讲公义 那天堂上的真爱真福 真理就没意思了 所以不是公义不好 在德纳的比喻中 其实一开始就是公义开始的 他与工人议定了一天 一个德纳 就派他们到葡 葡萄园里去了 所以不是公义不好 公义非常重要 问题的关键是公义不圆满 什么是不圆满 什么才是圆满的公义 首先呢 是爱的公义 天主对每个人来工作的人 都是无条件的爱 赐给他们一个德纳 也就是一个得救的机会 每个工人都是因为 天主那白白的恩赐 他有机会走进主的葡萄园 所以在天主面前 咱们众人都是欠债者 意思说 无论天主怎么做 我们都没有资格平头论足 其次呢 是自由的公义 人间的公义不能限制天主 因为天主是公义本身 它是公义的定义 所以有自由界定什么是公义 天主有着自由 天主又就是雅威对梅瑟说 我要恩待的就恩待 我要怜悯的就怜悯 又说 我的面容你绝不能看见 因为人见了就不能活 出古记的33章19节 如果天主都不能自由 行使自己的爱心 你说那还是天主吗 咱们都知道 连血肉之人都有此等自由 各方自由和爱的创造者 他们的天主呢 你比如说 一个皇帝 他有自由 给这个大臣多一点 给那个大臣小一点 虽然国法有他的公义 但是皇帝有权利 去超越这个公义 给这个多点 给那个少点 人还有这个自由的 各方天主呢 所以什么叫公义 我们光强调公义公义 有时候太过公义的社会 就冷漠了 你比如说在一个家里 有的儿女 这一辈子基本上都是吃喝 有的儿女 这一辈子就是工作 但是这一家人都和睦共荣 那工作的 心里高兴 那不工作的呢 该吃就吃 所以在一个家里 比如说弟兄好几个 子民好几个 有的呢 当小的 那就是吃了一辈子 但是这是一个家 所以天主的教会是家 这就是第三点 慈悲的公义 那些眼红的仆人呢 是心胸狭窄的 他眼红是因为 他们没有慈悲 功力心太重 太过自私 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他们看到主人 对那些晚来的慈悲宽空 就心生厌烦 怒从心起 这里和就是那个 佳音的故事 和浪子回头 比喻中的长子 他们眼红是因为 忘记自己是谁 忘记自己 哪有自个乱发脾气 更忘记了天主的慈悲 所以这个比喻是说什么呢 如果我们忘记了慈悲 我们什么都是 那种公义来看 你多点 我少点 在社会上或许可以这样 就是社会上太过公义了 也没有人情味了 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 除了公义之外 那更美好的是爱 爱才是社会公义的圆满 什么叫爱呢 那强者 担负那弱者 那工作多的 能劳者 能者多劳啊 所以在爱的世界里 公义才圆满 大家才和睦共融 让我们祈祷 主耶稣 求你派遣圣神 赐给我们 谦卑的恩宠 让我们理解你的恩宠 和你的大爱 求你也驱逐 我们的愚昧和冷漠 使我们在世上 公义的事上 学习慈悲 你是天主 永生永往 阿们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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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